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61刚刚过后 也就是6月5号 上海有了母乳库 母乳库它的一个解释的意义就是一个公益性的提供母乳的组织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欧洲有了100多年以后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它跟血库 跟我们所熟知的骨髓库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个片子了解一下 我们先冻在冰箱里了 如果检测合格以后呢 我们就给变异领用 好不好 它就是生下来是很好的 生下来而且很胖的 白白胖胖 到第四天我准备出院的时候呢 它就发现身体不太好 而且发现它一直有那种作呕的那种迹象 但是没有哭 医生呢是建议说我们到儿童医院来看一下 然后看到医院呢就发现它好像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像先天性 就是肠子没有旋转好 像它是竹月儿 它生出来应该是两到三米的小肠 它现在只有四十五公分 所以它这点小肠根本不足够提供它的营养的 其实奶粉其实会加重小肠的消化负质 对 一般性的奶粉可能会 它比如说渗透鸭呀 或者它的整半白呀 这都不行 张主任你看啊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一个感人的故事 就是红嫂用自己的乳汁救了解放军战士 对 到现在大家还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世界和感人的人物 但是我们从来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没想到我们的母乳 也就是说孩子最天然的这个食物可以当成药 可以 也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母乳呢本身它是孩子最天然 也是最自然和最安全的食品 所以在非常弱小的生命当中呢 其实它第一 就是说它最原始的食物就应该是母乳 对吧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 如果没有自己妈妈的母乳的时候呢 那就推荐的是别人的母乳 而且我看到就是说在你接触的一些患病的孩子当中 可能母乳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救命的好药 无以替代 对的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这地方呢 就是刚才放的短片里面是短肠综合症的孩子 这部分孩子呢 有的时候它营养之次是需要母乳的 但是呢其实呢 更大的一群需要母乳的孩子是早产儿 但是我就很奇怪一件事啊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理解 就为什么欧洲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母乳库 而像我们熟悉的巴西这个国家甚至有几百个 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这几年才刚刚起步 这可能跟就是我们对营养的认识啊 对母乳的认识啊 还有呢非常重要的 其实母乳库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 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个收费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通常来讲呢 母乳作为一个存公益的组织 它的生存是的确有一定的难度的 就是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做起来呢可能会比较有难一些 是不是对于大家来说 觉得这个是非常天然的和自然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用这种刻意的方法 通过医院或者通过某些组织来完成它的功能 对的对的 就是说很多人他对母乳的认识 还是觉得我自己喂我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怎么会想的就是我自己呢 还可以去喂养别人的孩子 甚至有很多好处 其实大家其实并不见得认识这些事情 包括我们医务人员 包括你们医务人员吗 对的当然 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不是搞新生儿的 不是搞消化不是搞营养的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要用母乳库呢 也会有这种问题问我们的 就母乳库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也会问到我们 但是就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 可能呢对于这个母乳的认识 大家是有一个过程 同时呢作为一个医院 或者作为一个政府的操作呢 可能也还会受到某些的限制 但是对于民间的起步 可能就会春江水暖亚限制 我们再来看一个片子 等一下啊 这是在储存奶 这是她自己取的母乳储存的 是吧 奶奶 这是放在冰箱里 你好 他是你的质问者 对我是杜莲妈千荣 他的小孩有多大的 当时出院的时候 你是出院的时候 是15年11月25号 白细胞数 当时是8点0到10点9 他这是给你展示的是 他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体检报告 出院小节 出院小节 有没有一些 就是有生过病啊 或者是没有 没有对吗 就是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对啊 那就很好了 来 当心 当心 哇 这是散了多久的 这些可能拿不了 三四个月 有三四个月的母乳 像这个母乳 灵灵你拿回去 你还会再进行检测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检测 对 没有办法检测 好嘞 我看灵灵都是你上门去收母乳 这一个是比较特殊 是我上门去收集的母乳 平常呢 对 平常的时候 应该是灵奶的人 他们直接到 就是娟奶的妈妈家里面 去灵母乳 你为什么会要做 这样的一个组织 什么触动了你 你是学医的背景吗 没有没有 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 2014年三月的时候 生了我的儿子 可能大家对我 楚灵灵的名字不熟悉 但一定会熟悉 我儿子的名字 豆芽 所以他们都叫我豆芽妈 当时我生了我儿子之后呢 就是 他因为有点牛奶过敏 对 然后 因为我也一直支持母乳喂养 而且就是 我奶特别的多 当时一天可以有 2500毫升最多 那孩子根本就吃不完 对 然后就是周围的朋友 然后也 当时的时候 我也是常年富有保健 论坛上的一个管理员 那有很多的人 就开始找我了 那需要领奶 找小奶牛了 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是 发现有很多过敏的孩子 特别的可怜 他们很需要母乳来喂养 当时你的这个奶 是给那些过敏的孩子 使用的 对 有些是过敏的孩子 他们可怜到什么程度呢 就可怜到 比如说有一位 就是小男孩 他就是 比我儿子小三个月 当时的时候 他就是只要喝奶粉 就成烹射状殴吐 就整个就是鼻子 还有嘴巴烹射出来 那这严重地影响 他的发育 对对 当时的时候就是 他的母亲就是 一直来找我来喂奶 然后把孩子抱到我家 来喂奶这样 后来就引发你 成立一个更大的 对对对 现在你这个组织 有多少志愿者呢 现在这个组织 大概有七八十名 他们都是无常的 他们都是无常捐献 那么使用奶的人呢 使用奶的人 其实也是 之前有很多 之前我因为是 在论坛上面 就是说发布公告 说我们这有 第一口奶的组织 大家来领奶 免费亚等等 然后当时的时候 很红火 很红火之后呢 就是很多来领奶的 也有很多捐奶的妈妈 加入到我这里来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发生问题 那网络上肯定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人 就开始质疑你 这个组织 就是说 你有没有资质啊 你这些奶 妈妈的身体 是不是健康啊 你这个奶 是不是合格啊 毕竟是给 小孩子吃的嘛 我想这些问题 你在成立这个组织之前 是应该都想好的 甚至是都做到的 因为这样的母乳 给应幼而合 安全 不是第一位的吗 其实在建立组织的时候 其实我也去查过 母乳库的情况 当时的时候 上海是没有母乳库的 当时成立组织的时候 我甚至不认识张主任 对 那么我自己去查了一下 其实事实上在国际上面 就是如果是捐奶妈妈的话 只要她是保证 她自己有孩子在喂奶的 一般性是不太会出现 你这是建立在信任的 对 就是说只要是你这个妈妈 在喂自己的孩子 那么你取出来这个奶 别的孩子就可以吃 对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在 就欧美的一些母乳库当中 也是存在的 像波士顿儿童语言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 儿童语言之一了 他们的母乳库 很多奶就是妈妈来 就是妈妈来选 弄过来的 他们不做任何的血碱的 因为基于一种信任 因为你想你在给你自己的孩子喂奶 对 那你一定是个健康的 如果我生病了 我一定不会给我孩子喂奶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道理 就同样是健康的东西 这个东西并不一定适合我吃 但是母乳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人体自然分泌的一种 一种 食品 天然食品 而且也是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才有的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是这个社会的信用度 是比较高的情况下 其实像玲玲他们这样操作 从安全角度来讲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对的 但是在我们医院里 恐怕像这样的信任 是必须要经过科学的考验 对的 因为我们 因为玲玲救治的一些孩子 基本上还是那个就是 正常的健康的孩子 相对来讲 不是特别生病 特别厉害的孩子 即使他是个过敏的宝宝的话 他一般性的日常生活还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们医院的母乳库呢 可能面对就是一些比较有重大疾病的孩子 这样子呢 我们安全性的考虑 肯定会要更加要慎重一些 对 甚至是把这个用母乳的时间 就卡到了十个月之前 十个月以后的母乳就不再采用 是的 而且整个的这个监测 非常的严格和科学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啊 来看一下 在医院里的这个母乳库的母乳 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母乳库的这个里面捐赠母乳 目前在城市这范围里 也都是捐赠使用的这个高危的 高危的儿童 最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一个早茶 像我们医院NIC有很多的这样的 出身体重不足1500克 甚至不足1000克的这样的 极低体重超低出身体重的宝宝 还有很多的一些 先天性消化到疾病里面 像说短肠中科症啊 还有一些就是说严重的未养 不耐受 身长发育状况非常差的 这些宝宝 它没有办法 就是妈妈本身没有这样的母乳 然后它哪一份未养 也不能够接受的话 像这些宝宝呢 我们医生评估以后 它可以作为捐赠母乳的一个使用对象 因为现在我们医院使用的话 好像是一味患而不保存 它它是情况也是非常高 为了妈妈现在是完全对我们 办法提供母乳 所以它一直都是用母乳库 母乳妈妈捐赠的这个母乳来 所以对于这些高未养来说 母乳已经不仅仅是它的食物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甚至是它的一个治疗的药物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接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报名的电话 那么我们初步评估以后 已经预约了有67位妈妈 然后现在到现场成功捐赠的话 已经有36位妈妈 看到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们母乳的一个检测存储 还有一个就是烧毒 还有这个化动的一个 一个操作工作人员操作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的话 看到是一台一个母乳的 80烧毒的一个仪器 这样的话 去杜绝了母乳在成熟之前 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个细菌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的话 是有一个母乳成分的一个检测 妈妈的母乳来吸收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成分检测来告诉她 妈妈自己也先有一个底 我的母乳情况怎么样 同时我们分析一下母乳成分 尤其比方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母乳的话 是不适合脂肪不耐瘦的宝宝的 好80烧毒好以后的母乳 我们放在这台冷藏的冰箱里面 把它自然的就是说来冻 就是温度降下来 然后放在这边呢 两个一个是4G的冰箱 一个是80度的冰箱 深度的冷冻 母乳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话 放6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母乳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说 首先从深度冷冻的冰箱里 放到这个冷藏箱里 自然的把它降到一个大概4度左右的温度 如果比较少量的母乳的话 今天可以看到有一台水浴锅 我们可以在水浴锅里面化冻 因为母乳是绝对不能通过 微波乳和其他的途径来化冻的 在这个水浴锅里化冻 解冻好以后呢 母乳的话 因为之前细菌学生测 成分检测都做过了 然后就可以由专门的人去送到 我们这样子 那些游亚这样子的一个 放在这个水浴里面去喂 那通过这个短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母乳库里出来的这个母乳 是非常的严格 而且这个严格是超严格 因为我们家的冰箱 大概零下十几度 这边要零下八十度 其实它的这个储存器可以很长 对 一般来讲 我们是有一个-40度的冰箱 这个是最主要的储存 这个冷冻木乳的地方 -80度的冰箱呢 是作为这个样本的储存 因为我们要从安全性的角度 万一这个宝宝出了问题 那我们从感控的角度上 我们要来追溯的 到底是哪一天哪袋奶 或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以这些标本呢 我们是放在-80度冰箱的 也就是说我们母乳库出去的 每一袋奶我们都是可以追溯的 然后-40度冰箱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性母乳呢 我们只需要存放在-20度 对 但是你想你看我们不停地开关冰箱 这对温度是有影响的 我们是尝试过 我们就算一天反复的 有的时候我们一天有10个妈妈来捐奶 我们这个温度始终可以保持在-30度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对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包括来献母乳的这个妈妈 经过这个初次的这个严格的检查 对母乳的整个的这个保存 我们是非常放心 相信医院它的这种科学性和专业性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带大家一起去思考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母乳的捐献是自愿免费 而使用母乳的人呢也是免费的 可是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的存在 是不是会影响到母乳库未来的运作呢 稍事休息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在三年前也就是在2014年 广州呢率先在中国成立了母乳库 那么现在运作下来大概也快有三年的时间 那么它在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有这种试探性的阶段 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探视 那么现在应该说是出了普鲁基了 已经算是出了普鲁基 那么它现在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又有些什么样的困扰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联系一下 广州的这个母乳的负责人 刘喜红 刘主任 刘主任您好 在广州是吗 是的 您好 刘主任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非常想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在将近三年的运作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些酸甜苦辣 您最想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其实不是将近三年 而是三年零三个月了 已经三年多了 三个月了 对 那么这三年三个月呢 我们整个运行情况 可以说喜忧参半吧 我们目前的就是到目前为止 总共捐赠人数是699 就不到700个人 那么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呢 平均每天不到0.8个人 就平均每天不到一个新的妈妈来捐奶 然后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总共这三年来 有4500次的捐赠次数 那么这样一算的话呢 把周末和节假日算掉 那么平均也是有5到6次的捐奶次数 那么我们总共救助了221个孩子 那么总共捐奶量三年来呢 也就82万毫升 那么82万毫升意味着 我们每天的捐赠奶量不到1000毫升 所以说呢 那刘主任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看到整个的宣传的这种效应 还是发挥的是非常好 有些那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这种积极性 可是为什么这三年来还能够有这个平均一天 连一个人捐奶的这种现状都不会有的 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听上去比较心酸的结果呢 对 平均不是不到一个人 是平均不到一个新妈妈来捐奶 那么每天平均5到6个妈妈来捐奶 但是我说的是新妈妈 就是新加入的人群 对对对对 那么妈妈在整个十个月内可以仿佛的多次的捐奶 那么这个捐奶是说平均是5到6次 人次 是不多的 那么总体来讲 是什么原因呢 你有没有分析过 是宣传不到位的原因 还说其他的人群的原因 什么原因 其实是多种因素吧 宣传还是我们在广州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媒体团队 然后在布什的宣传 但是无论如何呢 因为我们国内 母乳库是作为首家 然后包括上海 那也是上海第一家 在全国我们是走入在最前列的 那么我们现在由于这个走在前列 而我们国内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母乳库的运行的指南标准 所以我们做的有点小心翼翼 我们妈妈都是要到母乳库亲自 然后由那个护士或者工作人员来挤奶的 而在妈妈家里冻存的奶 我们都不接受的 那另外刘主任 我们现在其实有了这个母乳库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无奶无钱 现在这个运营的这个成本 在财务上有没有一些压力呢 毫无疑问 因为我也算了一下 我们这三年零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经费的付出 然后我们包括这些妈妈 700个妈妈我们要给她免费进行体检 这个体检的费用呢 就差不多有37万了 那么还有我们每天用到一些耗材 这些耗材都是一次性的 这些耗材的4500次的这样的一个捐奶的耗材 算了一下 已经达到20万了 所以光这两项 就是三年来的这样的烧钱 就达到了57万 近60万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这个投入还只是说每天的消耗 还没包括硬件 还没包括人员 然后房屋这些硬件都没包括的 所以一个母乳库的经历 真的是需要钱去堆上去的 不是我们的人力 然后经历时间 还需要这个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投入 目前这些钱是谁投的 是医院投的 政府投的 还是某些组织投的 这个体检的费用 是我们医院免费在做我们医院投的 那么现在这个20万的耗材 就是母乳库每天都要需要一些耗材 这个耗材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个母乳基金提供的 那么够吗 目前是够 但是以后如果运行下去 这个将来可能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窟窿 好 刘主任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 祝我们广州的母乳库的发展更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看到你这是在笑啊 这是苦恼人的笑吗 也不是 就是说因为的确是的 因为母乳我们现在是不能收费的 但是呢国外它的确是有收费标准的 也就是每盎司是3美金到4美金 4.5美金这个样子 因为就像刘主任说的 其实也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说来捐的时候 妈妈是无偿的捐乳 就像无偿献血一样的 但是呢孩子呢是无偿的用乳 对 但是呢其实呢整个的检测呀 运输啊储存啊 这全都是有成本产生的 嗯嗯嗯 所以的确是资金是一个 比较困扰 所有母乳库的一个方面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就是大概要多少钱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词叫烧钱 是烧钱 没错 我们现在是初步的估算了下来 就是运作一个母乳库 呃是需要每年50万的一个费用 50年50万 50万 然后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之所以儿童医院这样做呢 是得益于上海市卫生局 给了我们去年有一个项目的支撑 嗯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 就是我们是我们院长拿到一个 大公共卫生 加强公共卫生行动计划 嗯 然后是这个大项目当中的 我们母乳库作为一个子项目 这是一次性的给你的 一次 不会是每年再给你 对就是80万嘛 三年80万 啊 对 那有了这笔费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刚才刘主任也提到过硬件啊 对 这些初步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有 嗯 对吧 但是如何运转下去 的确资金也是 今后必定是困扰我们的一个方面 嗯 但是也 如果考虑收费的话 那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嗯 对 这也是我们上海做母乳库 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 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三年的一个项目的运作 希望把这个收费作为一个合理的一个支撑 就是说向使用母乳的人来进行收费 对 这个收费不是说非常把我们所有的成本都加到这些使用母乳的孩子身上 我们是会有一个合理的收费的 嗯 其实就算国外很成功的母乳库 它的运作其实也是三方面的 嗯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各级的慈善的组织 另外呢就是因为国外它慈善很多嘛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合理的收费 嗯 就这三部分的力量加在一起就可以让这个母乳库非常成功的运作下去了 嗯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钱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思路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奶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的 奶源的话我是想在这里跟大家也是汇报一下 因为开到现在是两个月我们是两周我们正式哺乳期 对的正式哺乳期 对 就是说我们两周呢 其实我们已经来了73位妈妈 嗯 捐乳的妈妈 可能就是林立那边的志愿者 对的 林立那边志愿者占了20多位 然后还有通过媒体啊微信啊各个知道这个消息主动上门的 嗯 有很多 嗯 所以就是73位也就是72位姓妈妈有一位是重复来捐来的 已经有一位第二次来捐了 嗯 所以这73位姓妈妈一共捐了多少呢 我们的截止到今天我来做节目之前呢 是15600多毫升的奶 嗯 然后还包括2万多的冻奶 嗯 2万多的冻奶 这样加起来其实说两周的母乳库的运作 我们已经有3万5千多的奶在那里了 嗯 就对于那些病患的孩子 对的 但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说到现在我们一共是 呃现在是在资助六个宝宝到明天是七个宝宝 嗯 这样子他们都可以吃到我们母乳库的母乳 这只是针对我们儿童医院的 对儿童医院我们就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每天的从母乳库出的奶量呢 现在每天都是800到900毫升 他应该就是说供给全市的这些孩子 对理论上我们应该供给全市的孩子 对 但是其实在母乳库真正运作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运输的问题 哦 这也是一个也是困扰的 因为你想母乳库的人员也很紧张对吧 对 然后呢资金也是非常紧张 如果别的医院提出需要母乳 对 我们怎么把我们从我们母乳库运到那一家医院去 这个我们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想过是不是今后在合适的时机 我们成立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护奶队什么之类的 就是把这些母乳从母乳库 这确实是需要一个社会的机 就像刚刚我们在聊 就在巴西 他们消防队员加入到了这个去收母乳的队伍当中 对的对的 就是说你一定需要社会的力量 对啊 因为一旦就是因为我母乳库这样运作下来 我们的困惑就是一旦就是说你稍微有点名气了 领奶的人一多 我们的母乳开始就供给不上了 是的 对的 然后就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就像你 你是偶尔去一下他们领奶 你想想我们如果让这个妈妈她把奶存了 然后还要想尽办法 在偌大的一个上海要集中到卢定路 她这个时间和人力成本也是非常大 时间长了 恐怕这种热情就会被打消 而且她还要带孩子 没有人带孩子 有一些时间精力上的成本 所以很多妈妈就是说 特别是有一些特别住在 比如说亲谱 因为就是妈妈住亲谱很远的 对 从那赶过去 真的想办法解决 因为像你需要的 要是新生儿的这个妈妈才会有母乳 而且你是又要前十个月的 我想这种数量的这种筛减 本身就对这个奶源 已经是有所控制了 没错 没错 就像前面我们谈到 它不像现血 对 它是一个特定时期的 一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